全红蝉到底有怎样的魅力,不仅让全国人民给他送祝福,更是让国际奥委会为他送上祝福,以及各大明星也纷纷送祝福呢? 三年的成长,如今17岁的全红蝉就已经实现了个人跳水大满贯,小小年纪就已经与郭晶晶、福明侠以及自己的教练陈若霖等跳水前辈齐名了。 时间过得好快,2021年还是14岁的蝉宝在东京奥运会上以惊人的表现横空出世,刚出头脚的蝉宝就以自己的实力夺得了十米跳水冠军,一时间成为了跳水界的焦点人物,再加上他可爱的性格更是赢得了各大网友的喜爱,一致认为是我们的国民闺女。 现已17岁的蝉宝就已经为中国跳水队摘得了十枚金牌,称蝉宝为跳水女神不足为过。 这三年期间更是凭借着自己恐怖的实力,让世界重新定义了中国跳水队的水平,蝉宝的水花消失数更是让世界劲敌文之而后怕。 蝉宝的这些成就早把中国的梦之队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趁着这时间,奥委会也坐不住了,发布了一份官博,为蝉宝送上了祝福。 各大明星们也纷纷送上祝福了。 不乏有刘德华、孙洪雷、胡军、邓超、孙丽、景田。 但谁都不是随随便便就成功的,他们的背后必定是付出了无数的汉语类,全红禅也不例外。 他能取得如今的成就都离不开他的这几任教练的教导以及自己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 可以说,他的青春几乎全是在泳池边度过的。 如今取得了这般成就的他,也将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现已17岁了,也将成年了,就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扑面而来。 第一方面,要面对自身发育的挑战。 这个阶段对女运动员来说,很不友好。 蝉宝要消化荣誉之外,还会有很多坎要面对。 第二方面,要对面来自生活的各种挑战。 作为运动员来说,他需要更大力度的训练,确保在下一场比赛能稳定发挥,继续拿下金牌,不让广大网友失望。 这种心理压力,都要靠自己调解。 第三方面,要面对来自学业上的挑战。 即将成年,也代表着即将步入大学了。 之前的大多数时间都在训练,为国争光。 所以他之后,就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来弥补落下的文化课。 即将面对未来众多的不确定性,蝉宝的这一路不用想,也知道会有多坎坷。 我们依然相信,蝉宝能乘风破浪。 你们觉得,现在蝉宝面临的最大困难,在哪一方面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